机动市议会召开预备会预定从5月14号到6月17号 举行为期一个月的大会 以及一个为期五天的临时会 除了审查113年市政府提出的追加减预算案之外 议员们也希望市政府报告政策推广大使杨宝珍的劳务采购案 这个部分除了人事处以外 应该也有涉及到这个其他各组折的单位 那是不是能够请市长现在有上新闻在介绍的 这个不管是发言人或者是代言人或者是大使 他们的经费以及现在的这个出任状况 还有所属单位是不是都应该要一一报告 有关于市政府的人事的使用权 我是觉得行政跟立法是分立的 所以呢我们能够监督 但是如果有关于他们的用能权利的话 是不是我们能够智慧的 我觉得这个我们要小心应对 杨宝珍杨前立院副主任是不是 那希望能够他能够报告2024年基隆政策推广大使计划 劳务采购案这个案子 另外电动机车案2.0版以及后续的3.0版 议员们也很关心 请问电动机车从2.0到3.0的相关申请条件 都没有经过议会的审查通过 要请环保局说明该经费是如何动职的 以上 环保局针对电动机车执行状况 这版本他就该报告 可是还有部分社会处的 就是因为电动机车本来是青年公益电动机车 但现在如果原政策还是维持的话 那社会处也应该要针对青年公益的部分进行说明 市议会希望市政府相关单位 可以在市议会大会召开期间报告清楚 这个电动机车其实也是广大社会 或是广大市民想要了解的 那我想我们就会请议事组排好议事日程 然后在相关的局处来做一些专业的清楚的报告 才不会像上次一样比较说明不清楚 所以我们这次也会提醒市府各单位 把相关的资料汇整好 不要让议员有意见说 诶 怎么资料这么少这样 以我的立场 因为我们在大会讨论的是市府相关的案子 那当然今天也有议员特别提出来几个特别的人事案 那跟以往市府编制内的人事安排是比较不一样的 那我想这个应该来请市政府来做说明 因为大会当然有议员提出 所以我们会在相关 譬如说你这个人事编制在哪一个局处 那我们就会请这个局处做清楚的说明 跟过去还有未来整个执行的方式如何 因为我大概有理解一些讯息 那原本是一些府内的一些人事编制 那如果特别开标案的话 那我想就请市府来做说明 其他包括已经通过预算的观光巴士和水路两用鸭子船 现在进度如何 宠物银行何时正式启用呢 议会也非常注意 同样要求市政府要清楚报告 记者吴俊松 基隆报导